秘方 现在很多80后90后都属于零家屋族 在家里基本上不干活 一来伸手 饭来粘口 当开始自己生活的时候 就对打扫厨房的卫生犯了愁 看看这灶台上的油屋 这么厚怎么办呢 这还不简单 用洗碟精啊 那可是去屋抢手 这擦的也不是很干净啊 用钢丝球 这绝最管用 别 千万别 我这好好的灶台 你这么一擦就全给毁了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个小妙招 那就是用鸡蛋壳 首先把鸡蛋壳弄碎 越碎越好 然后撒在灶台上 再倒上一些洗洁精 用海绵或者是棉质的摆洁布 蘸点水 就这么来回的擦 在擦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那种细微的摩擦声 这就是蛋壳在瓜区附着在灶台上的顽固污渍 看看 效果不错吧 鸡蛋壳是一种钙质的物质 很硬 就像钢丝球一样 起到了一定的摩擦作用 但是又比钢丝球柔和很多 所以家里要是有一些比较金贵的东西 比较爱惜 但是上面的污渍又不是很容易清洁的话 就可以用鸡蛋壳来试一试 今天的小妙招您学会了吗